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6日星期三 欢迎收睇财经热点 我是王晓祥 提提大家 我们的节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 网址在影片下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美股主要指数收跌 原油价格飙升让股市承压 今个礼拜市场的焦点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 该数据会提供有关8月通胀压力的情况 根据资商所Fatwatch工具显示 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今个月政策会议上 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为93% 今年不再加息的可能性大致在6成左右 来看具体收市情况 标普500指数收跌0.42%报4497点 道指收跌0.56%报34642点 鸭指收跌0.08%报14021点 费成半导体指数收涨0.03%报3684点 沙特和俄罗斯延长石油供应限制措施 国际油价开启新一轮上势 布林特原油今天上涨超过1% 期上了每桶90美元的心理关口水平 WTI原油期货上涨也超过1% 报每桶86.69美元 国际油价一直飙升 美国的汽油价格也涨到十几年来的季节性最高水平 普通汽油的全国军价报每加轮3.811美元 高于上年同期创下美国汽车协会 1994年有纪录以来第二高水平 经历过相对便宜的下季后 对驾驶者而言 这个无异于U形反转 并且通常在下季开车出行高峰结束 进入秋季时 汽油价格会下行 高涨油价引发了民众对通胀担忧 今天传出消息 沙特阿拉伯会将每日100万桶的减产期限延长3个月 与此同时 俄罗斯正在扩大自身的原油供应削减 布林特原油价格上涨到90美元一桶 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当中的能源 是表现最好的板块 今天上涨1.3% 而大多数其他板块都下跌 减产消息传出后 摆在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能源成本上涨 如何影响价格以及美联储抑制价格上涨的努力 其结果可能是通胀回升至更高水平 影响定于9月19至20日召开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 今天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毓纳表示 鉴于近期数据显示通胀持续放缓 政策制定者可以谨慎推进紧缩政策 毓纳对CNBC表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需要尽快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 北利富兰联储行长梅斯特认为 幼可可能需要稍微提高利率 但没有透露官员在下次会议上应该做什么 高城认为尽管存在不利因素 但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仍在缩少 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从7月份的2成和3月份的3成5降至1成5 高城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在报告中表示 这个并不是说经济不会放缓 只是年底的放缓将会浅薄而短暂的 连续4个月增长的美国工厂订单 在7月份下降2.1% 增加了对经济走远的预测 摩根士丹利坚定的汉跌人士迈克尔·威尔逊表示 由于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弱于预期 美国股票投资者将会感到失望 威尔逊认为按照目前的股票市场价格 似乎市场目前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大幅加速 但我们认为今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 9月和10月数据可能走远 但这个前景并未反映在很多股票价格和预期当中 罢工似乎已经在路上 底特律和买车人士恐怕遇上大麻烦 如果你要买车一定要听听下面这条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 刚刚过去的劳动节 克逢汽车组装工人和通用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拉姆公司 斯特兰特斯之间的关系 处于异常紧张的时刻 当前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代表的底特略这三个汽车巨头的工厂员工 谈判达成的四年期合同很快就要到期了 下星期也就是9月14日就会到期 但勞资双方似乎与美就一项新合同达成一致 那对买车的人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买车已经比疫情期间容易了不少 文章指出因为如果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发动罢工 很可能会为汽车供应带来一场冲击 福特上个星期四公布了他的提议条款 其中包括四年内加薪9% 而工会U.A.W.要求的人工加幅是46% 福特是底特略三巨头当中对工会最友好的 虽然福特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落后于通用汽车 但他在当地组装的汽车更多 在加拿大福特也享有对工会更温和的声誉 U.A.W.代表已经表示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U.A.W.将会发动罢工 还可能在三间公司都举行罢工 最近的一次投票授权该工会发动罢工 有9成7的成员投了赞成票 鉴于双方在加薪幅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并且勞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己见 作者指出 这样最终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对于工人来说 最近的通胀标升侵蝕了实际工资 而汽车价格上涨就提振了汽车製造商的利润 此外现有的合同当中还存在很多让步条款 例如双层工资标准等 与此同时 汽车製造商关注的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 与武工会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任何劳资和解方案都只会扩大这个差距 加入UAW的装配线工人的平均总用工成本 是每小时66美元 而丰田汽车等武工会的平均总用工成本 为每小时55美元 Tesla的平均总用工成本仅有每小时45美元 底特律汽车製造商的利润亦都可能呈下降趋势 Factset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计 通用汽车今年的淨利润将会下降4% 2024年将会进一步下降9% 如果达成一份慷慨的薪酬协议 对这些车企仍然无疑是说上加上 罢工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即使这样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好处 安德森经济集团顾问的一项分析认为 如果对底特律三巨头都造成影响的罢工持续10日 美国经济将会损失56亿美元 如果罢工真的发生 远离物资根州的美国人可能感受到的一个影响是 2021年和2022年曾经导致经销商库存清空的汽车短缺问题 将会持续 一场全面罢工肯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疫情过后 美国汽车业何时才能够恢复正常 答案似乎总是还未 据发生社报道 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英国第二大城市巴明汉 今天承认无法平衡收支 已经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 发布第114条通知 禁止除了基本服务之外的所有支出 这种情况通常会被描述为地方政府实质性宣布破产 虽然英国的地方政府无法好像美国一样 通过法律程序宣布破产并重组债务 但发出114条款通知标志着地方当局 判断自己陷入财务困境 无法再平衡预算 将会触发一系列紧急财务措施 事业会指出通胀猖缺加上税收减少 引发一场完美风暴 八明汉事业会的保守党议员指责工党 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善 八明汉政府在今年7月已经开始停止非必要支出 当时英国首相新卫城已经表明不会救助 认为英国政府无责任救助财政不善的市政府 英国政府发言人今天再次重申 英国政府不会救助八明汉 跨国企业供应链大转移 动摇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国大陆的工厂收不到订单 而且招商也不成功 大陆工厂也只能选择跟着供应链一起出走 香港贸法局在今年5月至7月 采访了791家在粤港澳地区 和长三角地区营运的大陆企业 并发布了一份报告说 83.9%的受访中企表示 正面临各种挑战 包括地缘政治紧张 市场需求不足 融资困难等 近九成计划在未来1-3年内走出去发展国际业务 其中71.6%的企业 希望前往中国以外的14个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发展业务 64.3%企业希望前往其他一带一路 及相关的新兴市场 包括中东、中欧及东欧、南美、非洲等地 45%的企业希望到美加两地 愿意到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的企业有三成 今年年初 南华早报引述咨询公司Kerny的负责人表示 已经看到很多中国制造商正在积极考虑去海外设立生产线 以应对供应链挑战和政治风险 在这场供应链洗牌当中 除了印度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主要赢家之外 东南亚国家譬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也跟着受惠 靠近主要消费市场的低成本国家 东欧及墨西哥也成为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避风港 在今年3月 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对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 注以676,500元的罚款 因为该行没有遵守反洗黑钱的规定 事价不到半年 现在加拿大财长方卫兰要求 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的三名创始投资者 撤出其股份 并命令该银行断绝和他们的所有关联 方卫兰部长的命令援引了联邦银行化富裕的权力 以保护国家安全或银行诚信 据《环球邮报》报道 这三个人是多伦多保险高管咸生林 宅货店巨头欧阳元森 和温哥华房地产商陈默华 他们因为涉嫌和中共政府的联系面临联邦调查 今年11月 方卫兰已经致函这三人 警告他们可能受中共政府压力的影响参与洗黑钱 之后他们辞去银行董事职务但没有撤资 今年4月 这三人被加国财政部要求出售 他在第一财富银行的股份 而该银行就被勒令撤断和三人的所有联系 防止继续洗黑钱及未经授权的共享敏感信息 《环球邮报》2月发表的报道指出 自2021年以来 这三人一直受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调查 第一财富银行的行政总裁伦纳德 拒绝透露该三名股东是否已经撤出股份 但表示他一直与政府合作 方卫兰要求银行对所有员工进行审查 将多伦多总部签字新的安全场所 搜查可能有的监控设备 以及金融微信开展银行业务等 前财政部副部长斯科特·克拉克说 这个从未发生过 部长这样做的时候 表明这家银行令人非常担忧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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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